Hello,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浴室爱用好物分享视频 其中好几样我都已经快要空瓶了 而且里面有几样呢,是我浴室常年必备的 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那第一样呢,是这个牌子的牙膏 我忘记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了 这一支我也快要用完了 这个牌子的牙膏对于口腔的刺激性非常低 因为它是不含有SLS这个成分的 SLS又叫月桂醇硫酸钠 那这个成分呢,其实对于口腔的刺激性非常大 像以前我每次刷完牙,嘴巴都会感觉有点麻麻的 并且我的嘴巴一圈,还有我的口腔内壁都会有脱皮的情况 其实我以前并不知道是牙膏里的SLS这个成分导致的 直到我后来用到这个牙膏 并且对比了一下它们的成分列表才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出现过刷完牙口腔脱皮的情况 我会建议你去看一看你正在使用的牙膏成分里有没有SLS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成分产生刺激反应 比如说牛同学就从来没有过这种问题 他可能就皮糙肉厚吧 我在这边的药妆店里看了一下 这个品牌的牙膏都是不含有SLS这个成分的 所以现在像我每次去药妆店看到这个牌子的牙膏 大折我都会团上几只 现在我手边就还有两只没有开封的这个牙膏 我觉得以后我的牙膏应该都会一直用这一款吧 除非有其他品牌的牙膏也能做到这么温和 第二样是这个一滴变后香 我也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总之就是你大号完之后冲完厕所 把它滴上几滴在厕所里就可以盖掉那个比较天然变后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的味道不是那种非常人工的香精味 是一种比较天然一点的橘子橙子味吧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特别是像住宿舍的小伙伴 大家要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能派上用场 虽然我跟牛同学两个人住 但是我都会每次让他上完厕所之后 滴上几滴在厕所里 这个还是挺耐用的 我们用的也差不多一年多了吧 才用的一半不到的 接下来是一款护发产品 它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有机小众品牌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头皮磨砂膏 应该是我用过的最细腻的一款 它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 而且由于里面添加了茶树精油 所以它也有茶树精油那种清凉的味道 这个头皮磨砂膏是pre-shampoo 它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在你要洗头的时候 把头发打湿洗一部分 然后按摩头皮 大家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手指甲去挠 因为我们的指腹来按摩 对待我们的头皮也要温柔一些 那在头皮上按摩个一分钟左右 让它在头上稍微停留个一两分钟 这时候它的茶树精油部分就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 头皮会感觉非常的清凉 非常的放松 然后就正常用水把它给冲洗掉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在冲洗的时候 它完全不会让我的头发非常的干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些头皮磨砂类的产品 在冲洗的时候 头发会感觉拔了在一起 输不开这一款头皮磨砂膏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在冲洗的时候 以及冲洗完之后 头皮都非常的清凉 我觉得如果你是油性发质或者是头皮容易出油和长痘痘的 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款头皮磨砂膏 并且我觉得用完它之后 头发都会更蓬松一些 那像头皮去角质的产品呢 大家也不能用得太勤快 这款产品是建议一周使用一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频率 哦对了忘记说这是品牌送给我的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接下来是一款超级无敌好用的沐浴油 这个我似乎从来没怎么见人在网上推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的脖子以前有那种皮炎一样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就是非常干非常痒 然后这边经常也是红红的 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应该能够发现 特别是夏天的视频 因为我都穿的是吊带 我试过药剂师推荐的一些药膏 也去看过医生 并且他们也给我开了一些药膏 都是只能短暂的修护 经常就是好一段时间 然后我停用了那些药之后 它就立刻又回来 直到我后来遇到了这一款沐浴油 我当时的沐浴露用完了 然后我就想找一款比较温和 比较滋润保湿一点的沐浴露 因为我浑身都很干 那这一款沐浴油呢 它非常非常的温和 并且它的皮身上有说是 针对干性和容易受到刺激的皮肤 而且能够帮助缓解皮肤的搔痒 一点都不夸张的说 我用这个沐浴油持续用了 一个星期左右 我的脖子上的这个就完全好了 并且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都有用它 我的脖子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脱皮和弘痒的情况了 那这个沐浴油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的 也是无造际的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个我以后一定会持续持续回购下去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给跟我一样有那种皮肤容易刺激敏感和干燥问题的小伙伴 这款沐浴油绝对是我今年用到的最好用的产品之一 接下来是我最近用到非常喜欢的一个截面 这个光线有点太亮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用的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这是CeraV的一款截面 我目前为止用过CeraV的所有四款截面 如果大家对于CeraV四款截面的使用感受的区别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以后我可以稍微做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先回到这个视频 这个截面应该是今年的新品吧 因为我记得以前没有过这一款 它挤出来是这种乳液的质地 本来想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截面挤出来是乳液的质地 然后加一点水就会变成比较绵密丰富的泡沫的 但是在手上就非常不好操作 那这款截面呢是针对中性到干性肌肤的 我的皮肤应该是属于敏感偏干的类型 我用过CeraV所有的截面都没有出现刺激我皮肤的情况 这一款我觉得综合而言它的清洁力是最好的 而且使用感受非常好 洗完之后皮肤非常干净并且不会紧绷 那像我平时只涂防晒的话 晚上用这款截面就能把皮肤清洁得非常的干净 对了这个我每天只使用一次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使用 早上的话我只会用清水清洁我的面部 接下来是一款防晒 这个是李富全的大哥大防晒 那这款防晒是SPF50 这款防晒应该大家都用过 如果没用过的话我非常推荐 我是干皮 牛同学是中性混合皮 我们俩用这款防晒都非常的好 而且我记得这个今年还是去年 应该是有改版过的 我觉得改版过的使用感受更好 我记得旧版的这款李富全防晒 用在脸上会搓泥 这一款就非常的轻薄 吸收的也非常快 而且不会在我脸上搓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是这种非常轻薄的质地 像这样揉搓一下就完全涂抹开了 这款防晒是我和牛同学每个夏天都必备的 并且它第一次跟我去中国的时候也是大夏天 英国这边跟国内的夏天相比还是凉快许多的 特别是南京的夏天 太阳特别大 牛同学的皮肤比较白 就特别容易晒伤 它一整个夏天都用的是这款防晒 脸上完全没有晒伤 所以这个防晒也是常年回购的 OK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浴室爱用品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 跟我种草一下你的浴室爱用好物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